他们是生死无畏的战士 十八个名字用年轻的身体书写军人的荣耀 他们是信守承诺的老兵 三十二年光阴用默默的坚守 完成生命的仲托 军旅人生即将为您讲述 杨新明有一种坚守叫约定 我叫杨新明 今年54岁 江苏卢东人 1982年10月参军 1986年12月退伍 现在是南东日报的一名智者 33年前 我和三百多名卢东级战友 一起奔赴战场 在重拾闷热的矛盾里 我们彼此相托 假如我光荣了 请照顾我的父母 雨水奋战 九死一生 但硝烟散尽 我幸运地活了下来 然而我的十八个战友 却缠绵在了祖国的南江边陲 生死一丁 一楼千金 从此 我多了十八个爸爸 十八个妈妈 也多了一百多个 生死于公的兄弟 相同的承诺 把我们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我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 如东级战友群情 不知不知不觉见 我们和丽丝父母相伴走过了三十二年 父母们老了 而我们也不再年轻 但对战友的那份承诺 始终不变 如东是江苏省南通市的一个小县城 人口不过一百多万 但自二零一零年以来 那里有十六位个人和两个群体 先后入选中国好人榜 人数达到二百多人 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杨新明 就是好人榜中 如东级战友群体里的一员 那么在他的身上又有着哪些动人的故事呢 端午节到了 杨新明和战友们 来到季吞珠和秦世兰老人家里 送上过激的粽子 这两位老人是烈士秦德本的父母 1985年3月 秦德本在前线牺牲 年仅21岁 这是十六位老人 32年前两位老人痛失一个孩子 如今他们却多了30多个儿子 对杨新明来说 父母们生活上的任何不便 他都要尽力去解决 他觉得只有这样 才能不辜负那些生死兄弟的重途 1982年 杨新明穿上了军装 成为原陆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的一名战士 两年后他怀着满腔热血 走上了保卫边疆的战场 同一年 三百多名如东籍热血男儿也来到了南疆 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 他们相遇了 大家就讲了 当然终于留学失神了 万一哪一位战友失神了 我们大概相互照顾好 失神战友的父母去 就这样的人说的 也没有写什么模式 李华是杨新明的同乡 也是同一年入伍的战友 并被分配到了同一个班 大战前的那个晚上 李华找到了杨新明 他说我万一失神了 你要到我家去看看 特别是我母亲 他最喜欢我 他认为我最有出息 他说我母亲是受不了这个打击的 我说你放心 这个万一你失神了 我肯定会把你的母亲 父母亲照顾好 但是我失败 我没吃喝喝喝水 战斗很快打响 杨新明和李华并肩足迹敌人 在激战过程中 一枚地雷在两人的身旁炸响 这张照片呢 是我在镇定上观察提醒的手机招的 一个三块电影打着我 一块是鼻子上面 一刹地把眼睛扎上了 这个资金也留在巴黄 还有一块电影打在我的左下方 但是肠子都留下来了 还有一块电影才下面一点 后来这个血苦动目 医生说就不能动手 后来就没有动 资金电影还留在我这个身上 这些蛋片给杨新明留下了终身的伤痛 然而比受伤更让他痛心的是 与自己相聚不到一米的战友李华 却永远地倒下了 李华牺牲一周后 他的军校录取通知书发到了部队 当战友们把他带到杨新明的病床前 这位受伤时都没掉过一滴眼泪的汉子 却像个孩子一样大哭起来 杨新明在病床上躺了一个多月 待身体稍微好转 他就回到了前线 负责整理烈士的遗物 撰写烈士的试剂材料 有一天杨新明收到了李华姐姐的一封来信 他说 他说我弟弟怎么一点音信都没有 这个有的人说他已经失散了 是不是真的 我在心里我就说 现在这个还不能告诉你 有部队有资料 我就一直跟他在同行 我就一直也是在骗我的父母 说明是他们在外面训练 也觉得让你们不要操心 就是没什么 一年后杨新明所在部队完成作战任务 回到了驻地 与此同时 李华的家人收到了阵网通知书 赶到了部队 杨新明见到了李华的母亲和姐姐 那一刻杨新明没有丝毫的忧郁 他决定履行当初对李华许些的承诺 跪下磕了三个响头 认下了第一个妈妈 一个月后杨新明回家探亲 他没有回到自己的父母家里 而是先去了李华的家 我就是你的儿子 你就是我的父母 你的儿子是什么 我妈就是你的儿子 此后杨新明经常给李华父母 写信 每次回信都是李红代弊 简简的 李红和父母都喜欢上了这个充满孝心的小伙子 我一直在写信 关心我爸妈 就是大儿子孝顺他们 孝顺他们 所以我就比他感动了 今天之后到他家的时候 他爸爸直接跟我见了 他说有没有找老婆 我说还没有 他说我家人还没有 找对象 我准备把他嫁给你 你有什么想法 比他更好的照顾他父母去 我心人就担心了 因工作突出 杨新明立了三等功并入了党 符合保送军校的条件 维斯部队领导找到了他 他说小杨你下军校去 但是我说我不去了 他说为什么不去 我说我还有好多律师的父母 需要我们照顾 1986年12月 杨新明从部队退伍 回家不到两周 他就和李红领取了结婚证 这个照片是我跟我妹妹去杭州 去看望他造的这个照片 结婚照那个 现在找不到了 只有复印件 跟他拍照的时候 他把那个军工渣 给我避上了 他说我这个军工渣 有你的一半 那是挺感动的 很开心的 觉得做他的妻子 挺幸福的 退伍后杨新明先是被安排到 一个啤酒厂工作 因为文子公敌好 他调到了报社 成为南通日报的一名记者 在此后的三十多年时间里 杨新明和李红领导 极心照顾着父母 然而要兑现 对十几位历史许席的诺言 杨新明和镇友们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叫杨新明 今年54岁 江苏卢东人 1982年10月参军 1986年12月退伍 现在是南通日报的一名记者 33年前 我和300多名 如同级战友 一起奔赴战产 但硝烟散尽 我幸运地活了下来 然而 我的18个战友 却缠名在了祖国的南江边陲 从此 我多了18个爸爸 18个妈妈 也多了100多个生死愚公的兄弟 爸爸妈妈 你们的儿子为国均去了 我们就是你们今后 最坚实的依靠 军旅人生正在为您播出 杨新明有一种坚守 叫约定 在30多年前的那场战役中 如同县有18位战士牺牲 从部队退伍后 杨新明经常到这些历史的家中尽孝 他的做法得到了父母和妻子的理解与支持 这让他没有了后顾之用 照顾父母 兑现承诺 成了杨新明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 这里是烈士刘生华的父母家 正是农忙时期 杨新明利用休息时间 到老人家里帮忙干农活 他叫刘德河 是刘生华烈士的父亲 今年89岁了 老人是一名退伍军人 参加过淮海战役 头部受过伤 至今又有后遗症 刘生华是刘德河的小儿子 1982年和杨新明一起从如东入伍 1985年1月15日牺牲 这本发生的是我们战略的时候进行车 在116正经 你看 一周全身打成这样的 刘生华和还有我们的瓦泳战友 我一空失踪到14个战友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在我复战之后 我说我们战友里面第一个复战呢 他拎着木鲁金和战友们一起来看我 但是金铁飞河也是只有14个战 但是木鲁金是最好的 木鲁金啊 这个他做一样的 他们带了十来一样 在杨新明的记忆里 刘生华非常乐观 脸上总是带着笑容 哪怕他即将走上的是生死未卜的战场 从部队退伍后 杨新明陆续任下了几对父母 当找到烈士徐寿儒的父母时 杨新明的心被刺痛了 那里正好飘着雪花来了 我头一看 我俩人离开了这么宽敦风 两名离得这么宽敦风 白名也有这么宽敦风 还有其他的地方也有 心里有一些风 哎呀 但是我虽然很难受 眼泪水都下来了 我说我们也没有照顾他们 那时杨新明一个月的工资只有几百元 而他同时照料着几个烈士的父母 生活非常拮据 2002年 杨新明把同样再替烈士尽销的战友们联合了起来 没有想到竟有三十多人 在战友们的共同帮助下 烈士父母们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 2016年 杨新明和战友们像往年一样被好年货来到刘德赫老人家 却发现老人有点不太对劲 刘德赫老人家 刘德赫还有一个大儿子 常年在外里打工 每年只有春节才能回家 当时老人的右眼病情已经非常严重 必须马上手术 杨新明赶紧联系了医院和专家 那月二十六 刘德赫老人顺利做完了手术 杨新明还要赶着去给其他几位父母送年货 我就一直在当他的车夫 大年三十我都跟他在跑 我就跟他开玩笑 我说我们家里菜还没做呢 我说人家都在买菜了 打扫卫生了 我们什么都没干 我们还在外面跑呢 还在下雪呢 春节过后 杨新明又为刘德赫老人 联系了幼颜的手术 如今老人两眼的视力都恢复到了0.6 也没问题了 他等过来 鬼魂等过来 儿子要你做得到 儿子都没大事了 你给你相信啊 儿子没大事了 症了这么样的一天 最近 请专家把他去检查一下 后来一下到底是什么毛病 这次把我们九个历史的父母 我们一起去请专家来指引 来回忍一下 在父母们的眼中 杨新明说话温和 办事稳妥 他们有事情 都喜欢打电话找杨新明 然而在办事过程中 杨新明也遇到过不少困难 杨新华爸爸家在这个 汽水底上有一个人家 养猪啊 那个困境不好 都是那个 猪风啊 这个吹翅啊 都在家 日来家很近 他就来回 跟我们一起去 包括真政府啊 粉银啊 村里面粉银啊 这个事情很加热 包括到新政府啊 都找过来 很认真很较劲 拍抓住的 叫人家 好多人 但问你说 他也不是你的 呃 父母亲 你为什么这么 顶人呢 我 我说你们说错了 他们 只有我的父母 还装药 三十多年来 杨新明和镇友们 拖着伤残的身体 本不在为猎尸父母 排忧劫难的路上 父母们的事再小 都是他们心头的大事 对不起 应该的 我们是成了一个 在一起的爸爸 中午在烧饭的时候 没电脑 就打电话 跟我们 杨新明 杨新明 我们四个人去的 那天去 弄了大概有 两三个小时 把家里洗漏 都整了一遍 如今让杨新明 感到欣慰的时 越来越多的战友 加入到照顾 烈士父母的行李 现在已经发展到 一百多人 锦校的队伍 创大了 父母的人数 却开始逐年减少 在十八位烈士中 已经有四位烈士 父母相继离世 看着父母们 日益衰老的身体 杨新明和战友们 策划了一场圆梦行动 杨新明从老人们口中得知 他们想到 毛泽东主席的家乡去看一看 杨新明联系了 远在湖南的战友陈荣 在她的大力支持下 父母们终于踏上了旅途 实现了多年的心愿 三十二年过去了 当初那群血气方刚的小伙子 如今都已年过半百 然而 这些把承诺扛了三十二年的肩膀 依然那样坚实可靠 对杨新明和战友们来说 枪林弹雨中结析的生死情谊 值得他们用一生去守护 生死一定一句话 坚守先日一辈子 杨新明说 他一直有一个心愿 就是把烈士的父母们都照料好之后 带着妻子李红到云南 去当扶贫志愿者 他希望用自己的行动 慰藉牺牲的战友们 把他们用热血守护的地方 建设成心中最美好的家园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想了解更多的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屏幕提示网址 登陆中国军事网 关注军旅人生微信公正平台 明天的节目 我们将带您认识一位 有着博士学历 却偏偏选择到基层连队 建功立业的军人 期待您的关注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一个拥有博士学历的高材生 为什么要把野战部队 当成实现梦想的舞台 作为初出茅庐的带兵人 他能否面对各种 意想不到的困难 一路坚持到底 军旅人生 下期为您讲述 李志愈 方向 源自目标